早雨,正爽双十一晚回味道场,本次等了一晚却只有替身,网友,这次过分了,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家都血拼了吗? 不得不说,每年到这个时候商家都给疯了似的,频频给大伙发各种红包,虽然看上去是占了些许小便宜,但人家其实也亏不了多少的,而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举行双十一晚会,在晚会现场也会邀请来许多明星,让大家在享受购物的乐趣之时还能见到自己的偶像。 今年的晚会也不例外,邀请了各路明星前来狂欢,可面对这么重要的一次场合,有明星竟然缺席了,之前关心的时候明明有正爽的身影,而且这次邀请正爽来其实更多的是来宣传正爽的新剧《我的保姆手册》,按理说这样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,正爽应该不会错过的。 谁知粉丝们眼巴巴,低等了一晚上,却没有见到正爽的身影,首先我们来说说正爽的这部《新宗我的保姆手册》,看久了正爽的短发造型之后,在这部剧中的正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,留起了长发不说。 他扮演的角色跟他本身性格还是有很大的相似度的,因为他们都是一个鬼马精灵,而这部剧的男主角也是帅到无法自拔。 当初刚出来剧照的时候,粉丝们就已经等不及想要观看了,既然关心上有正爽的身影,粉丝们自然是很激动的,于是早早的就开始准备着各种因缘物体,以此来自晚会上的爽妹子加油助威。 可惜的,是,正爽当晚并未到场,这令粉丝们一下子崩溃了,一个个来眼失望之情,甚至还有人想直接脱粉。 当然,也有非常理性的粉丝,他们觉得正爽肯定,是因为什么别的行程待悟了,并不是故意放大家鸽子的。 还有人透露,正爽的男友张衡也出来为他说话了,称正爽并不是故意不来的,而是因为这个行程他前两天才知道,可那时候已经有别的行程了,所以才没能现身。 不过让人气愤的是,正爽没来,竟让替身去了,后来也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,替身也没有上场。 其实替身没上场是好事,如果正爽真让替身现身的话,恐怕会被疯狂吐槽的。 毕竟粉丝等待的是真人而定非替身,如果当真用一个替身来胡弄大家的话,或许粉丝直接当场就不干了。 虽然不知正爽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没现身的,反正粉丝们的心已经被删到了,就连网友都忍不住说,这次过犯了。 据说,正爽跟他的替身关系还相处得不错,基本每部戏都会有替身的现身,不过在戏中也就罢了,如果连活动现场也让替身参加的话,确实有些说不过去,你觉得呢?